最基本的就是有穿等的没有穿 这也是我想要做 但还没做到 我还没做到 我很想做到 就是用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技术跟科技 他是我们中国信托的客户 我觉得中国信托 他很在乎的是信念 理念 你认识说我今天很成功 我只知道你所设定的这个目标 还在前面 目标还在前面 是我们共同的信念 台湾唯一获得90个奖项银行 这只是个开始 将巅峰当起点 我们刚才从319乡镇 在全台湾发起后 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其中西螺就是用 我们这对夫妻党 他们想到说 用一个在地的力量去捐款 这个东西在我们最原始是没想到的 最原始 idea是想到一些离乡背景的人 开同学会 忽然聊起来说 对故乡有点贡献 在那些同学会里有几个中小企业 这时候我们一开始想 idea说中小企业家 大家凑一凑35万 应该可以 同学会大家捐钱 捐回给自己故乡 就是我们那时候七水八水 讲各种可能 有一个可能没想到说 叫当地的人自己发起捐钱这件事 那好 我们就再继续聊 这后来造成你们后来在 西螺想开始成立协会 可是你们俩都不是当地的人 但你们从外地签到这个点 这个选择真的很蛮 至少我一下子没想通 为什么你们这对夫妻党 知识分子 选择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讲起 其实我自己也想不到 想不到这个结果 因为在 其实我本身是中国药学院毕业 然后我接着就回到 我扶完毕业就回到母校 当医师 住院医师 然后你也知道 在一个中国大学 这个一个类似白色巨堂 那我们一生习惯就是 住院医师 总医师 组织医师 主任 最后在学校一定要当大教授 然后穿着白袍 在那边 教授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被 一个阿嬷给感动 但是 这个是这样讲 我在当住院医师的过程 我那时候有念 那个研究所 那在留职厅中 我们有去支援 比较乡下的 一个乡镇 我也不讲是哪个乡镇 但支援一年之后 要离开 那我跟病人关系都还不错 因为我蛮喜欢跟病人聊天的 那在离开那天 有个阿嬷 本来跟我很好 就那天他发脾气 因为我那天要离开 我想说 跟我关系这种 他干嘛对我发脾气 最后要离开 那一天 后来要离开 他也送我到门口 他就讲了一个 我就说 阿嬷我要离开 我要回我们医学院 医学院这样子 因为我硕士毕业 我说我要回去念博士 怎样讲 我还是得离开这里 就是阿嬷讲一个话 他就说 我觉得那句话 我觉得给很多医生参考 那个他是说 我们家 没缺博士疑心 缺关心我们的疑心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那个种子就是 已经摄顶 已经种在我的身上 可是我也是觉得 我还是要回母校 我还是要想念博士 然后结果 念完说 也回母校 有当讲师 然后也很顺利 投稿到国外 然后很顺利就 就因为资地够齐 就升到主治医师 就阴错阳差 我的死党 我有个整形 我们其实可以当西医 也可以当中医 我另外一个死党 王医师 他是整形外科 他就说 人家在西罗要盖医院 盖一间医院 人家需要中医 我看你经常 以前在当住院医师 总医师的时候 都会到外面去帮人家 handle 成立 跟学校一些 什么建教合作 他就叫我也要去 西罗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 咦 怎么又一个 就 那后来想想 也是 我太太的鼓励 她是说 因为其实 她以前就是在国外工作 在旧金山 在香港 然后 跟我结婚之后 从台北又到台中 就是从台中又到西罗 那个时候 她没有反对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医生是很单纯 其实 诊所出来 看完门诊回家 要么就运动 要么就睡觉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没有 那个差异 环境的差异不大 对她来讲是很大 可是她都没有反对 那我也就这样过来 其实来那边 就是阴错阳差 然后到了西罗 然后去当医生 然后其实 医生当久了 其实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长期契约行为 不知道 您认同不认同 因为其实 那久 我这人也是性情中人 就跟病人关系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 就是这样子很难离开 离开那地方 就跟每个病人都变成朋友了 是 尤其在乡下 你就知道 有时候过年过节 人家会带她说 对 那个热情 有一次 这个蔬菜是我自己吃的 是 因为这不是要卖的 这是吃的 表示很安全 那这是我自己养的 然后是怎样 怎样 我觉得哇 说法 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去那边 其实有受到一些感动 那也是因为 我是一个 也不太愿意变动的人 那这种转变 一次 我去那边 就像我在中国药学院当医生 也是差不多八年 去那里 其实并不很想变动 也不然 一变动 就会留很久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 最重要是我太太的心路历史 她竟然愿意 跟我在那边 十几年 不容易 因为这个选择 其实是蛮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 那个地方的生活的 没有在城市那么便利 是 没有城市这么方便 所以你们追求的 并不是一个 经济上生活的方便便利而已 可能追求另外一个 更高层次的 比如说 因为你刚才听到说 那个乡下 乡下阿嬷什么 都比较 很缺医生 或者缺人 关心他们的 是 了解我们的那种 我觉得那句话是 蛮重要的 对我来讲 是有 有足够的影响力 让我去决定 西罗 要不要待在西罗 因为中间 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曾经回台北 帮我爸爸的诊所的忙 因为那时候 我爸爸身体不舒服 我就自己办资源回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我的 一直转折 难处 难处 最后还是选择 选择在西罗 那我们听听 陈慧如老师的 心路历程 因为刚刚你先生 一直强调说 要不是你同意 他不太会决定 来到一个 比较遥远的地方 的确是 我想那时候 我们到云林 是因为刚好那边 有一个私人医院 从零开始 但那个时候 十多年前 其实云林还算是 医疗资源蛮缺乏的地方 十多年前 所以这几个医师 居然就筹资 然后到那边盖医院 那时候其实 最大的困境跟瓶颈 就是找不到医师 那为什么找不到医师 是医师的家人 太太小孩 家庭不能 包括小孩教育 因为刚才说过 医生的话 他的工作其实 不管是在都市 或者在乡下 没有那么大的转变 但是整个生活 那个环境来讲 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想 其实我觉得 他下去是因为工作 我下去 我想是就是家庭 就是支持 从站在一个 支持者的一个角度 那刚才小姐老师 你提到是说 是为了更高的境界 我想到倒是没有 没有那么了解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他的杂音比较少 我们没有被约定 俗成的一些东西 给绑住 所以 这点也不太容易 就观念上面 比如说 没有觉得去那边 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对对对对 关于是这个观念 就不容易了 比如说 邮医师他可能 他只是很单纯 这个阿嬷感动他 那他就说 OK那就下来 OK 那我某种程度 应该也是算是 他感动我 我还记得有一次 就是那时候才刚下去 其实我们刚开始认为说 乡下医疗资源缺乏下去的话 应该事情很顺利 可是不是 我们其实他在面对的时候 他在行医的初期前三年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 那也带了他 就是说从未有的职业上的一些挑战 那我还依稀记得 好像曾经大概 我们出下去 有一次就是他已经 看完门诊了 看完门诊 然后但是一个阿嬷就又来找他 你知道在乡下阿公阿嬷 他们有的时候 因为都是夏天完了 就来看医生 所以其实是赤脚的 工作完毕 他是赤脚的 那他已经结束门诊了 那阿嬷觉得他不舒服 然后后来他就蹲下来 帮他看看他有没有脚 有没有水肿 OK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其实还蛮感动的 因为刚好又是傍晚 就觉得他好像 头上有个光圈那样子 那时候还蛮 没有 然后应该是觉得说 那时候也真深切感受到 是说 其实都会去 不缺专业人士 但那假如 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度 我们又没有其他的期盼 其实来这边 也应该 那他愿意下来 那我就觉得站在一个 支持的一个角度 也下来 可是老实说 他的工作没有问题 我工作可大成问题了 从当初我其实 原来是在金融界服务 我在花旗银行 台北总行工作 那结婚之后到台中 其实就一个蛮大的一个落差 哇 结果我才到台中 不到一年 他又要继续南下 到云林 那这下根本就完全 对你来讲找工作是 完全没有工作机会可言了 对 所以后来再转到学校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机缘 对 那现在整个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说我们的路 并不是说自己想规划怎么样 我刚才说过 我们蛮幸运的一点 是说其实相对是 我们比较单纯 就是说没有 不会被外在这些框架 给绑住 那但是我也觉得 也帮我们开了一扇 很多扇窗 去让我们原来 原来都是在台北市长大 然后或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也都是在大度会里面工作 去看到我们或许过去人生 没办法经历的另外一面 那到乡下当然外在 我想即便我们有时候 可以克服我们自己一些偏见 可是周遭的朋友或是长辈 总是还是觉得说 你们怎么 对对对 应该是要再进步 再往上 你们好像怎么 好像有点不求长进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几年学到 或是看到东西 英文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不要看一个封面 来决定这个书的内容 我觉得其实在乡下也是这样 你从表面上看 当然它物质上的一些缺乏 所以不像 就是都会去 这种进步 但是你想要能够 按耐下心来看 其实它里面也真的很丰富 那尤其是 比我多几年读懂这本书 我是比较后期才看 可是我记得几年前 因为我们对乡下偏颇的印象 就是说很单调啊 无聊啊 所以年轻人没有发展机会 所以一定要往都会去跑嘛 所以乡下都只剩下老的小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样工作机会 那的确你有时候只看表面 好像会这样 但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前 我台北中午要开会 所以一早我就从西罗出发 那经过的时候 那时候是秋收 你就看到那阳光斜斜 然后站在那个稻草上 哎我知不知道秋天已经快到了 OK 我下了那个监运站 那个车水马龙 然后就开始看到那什么 周年庆 十月都是那种白后公司周年庆 那我突然猛然觉得说 在都市里面 你知道季节 是看到周年庆 就透过外在的东西 对你的外在的所有的东西 说今天iPhone第三四又上市了 为什么 你是靠着这些东西来告诉你 生活里面新兴的东西 跟节气的转化 可是在那边我想到 我每天看到那个 那个落日啊 那个风景 其实每天都不一样 我会觉得那个丰富程度 好多 那当然我想像这样子的例子 还有很多 很多内影性的那种丰富跟多元 表面上看不到 可是你必须要静下心来细心体会 就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很棒的啊 那我我们后来也觉得说 其实台湾很小 所谓的城市跟乡下那个距离 也很近 如果跟美国比的话 对根本没有那么远 我们就曾经说 他礼拜天他十二点中午下班 然后我们就开车搭高铁 我们还可以去中山堂看了一部两点半 开演的歌舞剧 然后看完 然后再再回去 所以其实 这个障碍比较是心理上的 上了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还是会 享受台北市的这个人文汇聚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 我们觉得说 今天一把一些成见 都会的成见 消敏了之后啊 其实我们感觉上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更丰富的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下乡 对 因为作为一个医师 做一个老师的话 到下乡 感觉上不会那么 好像要牺牲 至少就经济的稳定度来讲 没有那么大的牺牲 刚刚讲到乡下好像一本书 大家都有一些偏见跟成见 说很单调 所以刚刚那个老师讲说 不要只看封面 里面很多东西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朋友讲说 讲到教育 对小孩子的教育 你最想给小孩子什么教育 那我们想象中 教育都知识嘛 学英文啊 学数学啊 将来考虑考升学 那有一个家长就说 他其实希望他小孩子 一辈子都对那个季节 所以你刚才讲的 我忽然想到这个 他说 我希望我的小孩从小到大 对季节很敏感 阳光 风 雨 下雨 什么 他还是不会说 失去感觉 因为人活着 跟大自然越来越 失去感觉 就是因为都会嘛 小孩从小就在水泥墙里面都会 就像你刚才讲 周年青来了 十月 母亲姐来了 因为要送礼物 他告诉你 他都是一个外在 商业行为在推 不是小孩子发自 颜耳鼻口 那种感觉说 这个世界 风吹来了 阳光晒下来了 应该是 什么花开了 对对对 所以乡下一直保有这样一个 非常生动的一个 生命的东西 所以 那有 我就听到 我就听到有家长在聊天 讲这个 我听到蛮感动 说他至少知道 人为什么要活下去 人为什么要活下去 然后乡下 在这方面交给我们的 远远超过都会 我们休息一下 再聊到你们两位 后来成立 要准备成立协会的事情